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两天发生的影响半个地球的核爆级别灾难 汤家火山爆发 1月14号位于南太平上汤家王国的红阿哈阿帕一岛火山 出现了一次威力超群的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后汤家国家气象局立刻发布了海啸警报 在1月15号的中午12点 汤家火山再次发生强度约为5级的爆发 巨大的云团冲天而起 可能大家对这5级没什么概念给大家科普一下 火山爆发和地震一样威力也是大小不一 火山喷发的威力一般是通过火山爆发指数来衡量 总共是分为8个等级 火山爆发指数达到4级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相当于一次8.2级的地震了 当火山爆发指数达到6级的时候 其威力大概相当于1000个广岛原子弹能量 虽然这次汤家火山的喷发级别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但是基于已经观测到了火山灰柱直径的数据 不少专家认为本次火山爆发的级别应该是在5到6级之间 从卫星地图的对比来看 爆发火山的盗域被巨量的火山灰直接掩埋 那可能就会有人问了 这火山口看的也不大 怎么会爆发这么大的能量 嘿嘿这是你以为的火山口 而这才是实际上的火山口 在这次火山爆发之后 汤家整个国家仿佛消失了一般就此失联 凡是定位在汤家的社交用户账号 从火山爆发之后沉没了长达12个小时 一些在网络上汤家华人交流社区 从15号中午12点之后 也再也没有任何更新的帖子 除此之外汤家的火山爆发还引起了影响半个地球的巨大海啸 多个国家气象局都已经发布海啸警报 比如澳大利亚斐机在火山喷发后 分别发布了海啸预警和海啸安全警报 新西兰北岛北部和东部的沿海地区也发布了海啸警报 从我这边加州到阿拉斯加的美国西韩暗带 加拿大卑诗省都发布了海啸警报 日本七山精也已经向所有面向太平洋的沿岸地区发布三米海啸警报 中国也受到影响 但是好消息就是不会对中国沿海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那坏消息就是全球的人类很有可能需要做好应对 2022年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气候异常 粮食减产地缘冲突加剧的准备 这2022年让我们一起祈福汤家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平安 给大家على ygjust half